杨正说您好 感谢您接受Sage商业案例作者专题访谈 您的最新案例 Facing the loss of an Asian craft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model for bamboo weaving enterprise 今年已经在Sage商业案例平台出版 能不能请您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案例的内容 以及预期的教学目标 非常好 谢谢马老师 也感谢Sage出版社提供的这样一个案例 分享和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 大家都知道 竹编的话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曾经在中国被广泛用于家居用品 但是随着工艺化的进程 这项技术的话 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案例就提供了一家传统的竹编企义 在当今商业环境中的发展状况 作为这样一家小微企义 尽管在政府的扶持和政治知识下取得了发展 但不幸的是人未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人面临着失去公益的困境 至于我们的案例的话 要求学生分析竹编起义商业模式的要素 激势起当前商业模式的面临的困境 进而能够集合外部的机遇和内部的优势 能够提出优化的商业模式 以推动起义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关于这个案例的背景和基本情况 我们这个案例的这个教训目标的话 我们设想是达到知识水平 能力水平 还有人文素养 这三个层面 那么首先来说 从知识水平来说 我们希望学生的话 应该能够掌握商业模式分析的基本工具 适合商业模式画布的一些内部关系 并且的话能够利用商业模式的这种画布 对起义进行具体的分析 这个是在知识层面 而在能力层面的话 我们希望同学们通过商业模式分析以后 能够发现现实中起义 在商业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那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又实际什么 那么竟然能够探索提出 优化的商业模式的主张 由此来能够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最后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个人文素质这个层面 我们希望通过案例的这种系统分析和知识的挫展 那么使徐一生能够更好的理解 就传统的手工艺 在当代社会中的人文意义和精神价值 从来培养徐一生 深厚的人文素质 和可持续的这种发展情怀 以上的话我想就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一些回应 好的 您多年来都专注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 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 顺势以及热点研究的主题 这个话题的话 也许非常好 但是也不太容易回答 那我想的话 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我觉得它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个是我们叫高速增长 就是我们看统计数据 从2010年到2020年 那么中国文化创意产业 年均复活增长率达到了13% 远远高于GDP的增长 这是第一个特点 高速增长 第二个特点 我把它开口为叫广泛渗透 就文化的话通过创意的力量 广泛渗透到我国的生产 生和生态的方方面面 其实文化创意产业的话 和农业和工业和服务业 产生了越来越深厚的这样一种 集合融合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中国的话 从城市到乡村 从高大的博物馆 到尖边的小餐馆 无不散发出 这个浓郁的这种文化 创意的这种气息 那么由此的话 也构成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相往的 一种生动的注脚 我们再来看 整个文化创意产业 这个蓬勃发展的话 在这个发展背后的话 究竟是什么力量 来支撑了这种发展 那么佛罗里达的话 就美国一个学家叫佛罗里达 他把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 这个工作者叫创意奸臣 落到中国的话 我们称它为叫泛泛文化奸臣 那么第一个泛的话 代表文化的这种多元性 第二个泛的话 代表奸臣的广泛性 在中国啊 泛泛文化奸臣 大概有四到六亿人群 他们长期活跃在这个抖音啊 小红书啊 快手在线的社交平台 那么这一期泛泛文化奸臣 可能是新农民 也可能是新工人 也可能是邻居一位时尚的老太太 那么这样一个泛泛文化奸臣的话 他们有三个特点 一个叫有贤有味 还有就是叫有为啊 第一个是有贤 他们追求休闲 第二个是有味 他们追求品味 第三个的话是有为 就不仅仅停留在想法层面 有时候叫说走就走 那么这样一个方法文化奸臣的话 如果回到这个经济区层面的话 实际上它是一条弯折的劳动力曲线 也就是说所有收入的增加啊 那么他们更愿意选择更多的时间 用于闲暇追求品位 所以我想我们中文化创业产业 能够取得这样蓬勃的发展啊 那么其实背后的话 恰恰是方法文化奸臣啊 为其提供了强大的这种支撑 那么再说到这个研究热点的话 其实这几年的话 这个研究热点的话 应该叫吃起彼腹啊 但是呢 我建议的话 可以重点关注两点 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共同创造啊 就是在整个文化创业产业发展中啊 那么如果更好再发挥 多元主体的创造性 就通过多元主体活着来共同创造 来满足啊 这个方法文化奸臣啊 他们的参与啊 他们的这种体验的需求 这个是第一个啊 关于就共同创造的啊 这一块的这种啊 在文化创业产业的这种啊 研究 第二个呢 是关于人工智能啊 就是文化和科技的这种集合 那么特别是今天的话 这个AIGC 大家知道的话 从PGC到UGC到AIGC 那么在当下的话 我们应该来思考啊 那么怎么更好的发挥数字啊 智能的作用啊 以推动文化创业产业 更高质量的发展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要考虑怎么来啊 规避这个新的技术 带来的潜在的这种风险 以上的话是关于这个 第二个问题的话 我的一点分享 谢谢杨老师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在案例研究与案例开发方面 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帮助在文化创业产业的年轻学者 更好的寻找研究的主题和方向 在这方面的话 我想到了就是两个集合 就是一个叫特殊性 一个叫比较性 具体来说的话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文化创业产业的话 它有特殊性 那么恰恰是这些特殊性 导致了文化创业发展的这种独特性 我们比如说吧 这个文化创业产业的话 通常是面对的是小众的群体 不像制造业 面对的是大众 那么基于这小众的群体的话 就很难实现规模经济 那么对这样一种特殊性的话 我们首先在案例研究中的话 要从理论上 有足够和充分的认识 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 这个主编的案例 他就是这样一个小微企业 面对的也是小众 他很难去做到规模经济 实现规模利润 那么这个不是这个企业自身 原因决定的 是整个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 所以我们在做案例研究 首先要从理论上的话 要认识到他的这种特殊性 那么当特殊性认识之后 接下来我们在做手 进行案例研究的时候 我觉得的话要有比较性 也就是要建立比较思维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例子 那么对文化创业产业的话 既然规模经济难以取得 他的发展 那么他的发展模式 又应该是什么呢 所以就带着 基于特殊性这个问题 让我们去展开案例的具体开发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对现实中发生的一个过案 进行比较 进行分析 进行研究 你比如说 我们基于成都 这个地域的文化创业产业的这个关注 和案例的这样一种分析的话 我们就发现了 比如说有凡建川模式 有许鸟员模式 有提人模式 那这些模式的话 他们就都过得起手 也过美其美 最终的话 都实现了非规模的良性 可持续的发展 所以我想的话 基于这样一个特殊性为提入 同时的话 又通过比较性 在横向的这样展开的话 也许的话 我们可以会发现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 这样一个产业里面 其实蕴藏着很多丰富的 非常有价值的这样一些案例 他们会为我们案例研究 特别是对现实东西 文化创业产业的这种发展 可以提供非常好的 这种启示和基建 以上的话 就是我不太成熟的分享 我不知道有没有说得很清楚 好的 谢谢杨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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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